高以祥的离世牵动住太多人的心了 不仅是他的家人朋友 以及未婚妻女友 就连喜欢他的粉丝以及路人都十分替他惋惜 很多路人都纷纷表示 自己才刚刚成为他的粉丝 可惜就已经与他天人永隔了 或许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意外和未来 究竟哪一个会先到来 他在生前 无论是在圈内还是在圈外 一直都有住超好的人员 在他的葬礼当天 也有众多的圈内外朋友前来为他送行 尽管粉丝们无法进入火化仪式的现场 但是他们也都在外面 真诚地为自己的偶像祈福 如果没有这一场意外 他和女友现在估计也已经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了 实在是令人惋惜不已 毕竟 两人早就在网上晒出过婚房 整个氛围温馨又有一束气息 让网友们纷纷感慨 如果没有这一场意外 他们将会是一对多么令人羡慕的逼人啊 而且 在葬礼当天 女友的父母也以至亲的身份出席了这一场葬礼 可以说 高以祥的准岳父和准岳母的悲痛 并不亚于他的亲朋好友 毕竟 他们即将要成为一家人了 但是却如此突然地遭遇了这样的意外事件 确实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在高以祥的三期仪式结束很多天之后 他的准岳父又在网上晒出了他生前的照片 并且配文 很想念大男孩 可见 他在生前给准岳父留下了非常温暖善良的大男孩形象 粉丝们在看到照片后也瞬间泪目了 真的很难相信 如此阳光温暖的人就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在自己的准女婿离世二十多天之后 他还晒出如此感人的照片和配文 由此也可以看出 他对这位准女婿真的是非常满意的 只可惜天意弄人 两人最终还是没能结成真正的庆假 但是也希望在天堂上的高以祥能够一切安好 有机会与他们再续前缘吧 阅读更多新闻 高以祥墓园效果图一曝光 总造价约四千万台币 将参考邓丽君墓地 距离南星高以祥的离世 已经快过去整整一个月了 但是网友们仍然对他表示念念不忘 每每提起 总是会有人表示叹息 今日 有台媒曝光高以祥墓园的设计图 再次引人泪奔 本月一十五日 高以祥的最终告别是 在台北秘密举办 据当地媒体报道 高以祥的家人为了能够好好的和他说 最后一声再见 选择不对公众开放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粉丝们虽然不能感同身受 但是纷纷表示理解 据媒体报道 那天高以祥生前23岁女友Bella 一改往日的镇静 不仅把头发和指甲都染成了高以祥最爱的紫色 还在送别高以祥火化之时崩溃大哭 他在高以祥的棺木上痛哭流涕 久久不愿离开 最后助理和工作人员拉开他 Bella再次抱住自己的朋友痛苦 随后蹲到地上抱头痛哭 然而让人感动的是 善良的高以祥家人还体谅到粉丝们的心痛 声称会为高以祥建造一个单独的开放墓园 此举也可以不打扰其他故人 而在12月21日 有媒体曝光了高以祥的墓园设计图 整体造价恐超4000万台币 从媒体曝光的墓园效果图上来看 高以祥爸爸妈妈选择了一块很传统的设计 看起来感觉环境清幽 四周被绿植围绕 算得上是金宝山里的风水宝地 据台媒报道还称 把这个地方拿出来专门提供给高以祥也是原方的一片心意 因为除了环境的因素之外 这片墓园的很多基础建设都已经早就建好 做些小修小补 就能让高以祥尽快地入土为安 台湾媒体同时透露 由于高爸高妈想要参考雇人邓丽君的墓园来给儿子建造 所以恐怕花费要超过四千万台币 这笔费用即使是对于家境优越的高家来说 也不算是个小数目 由此可见高爸高妈对儿子的用心和悲痛 同时 为了能够让公众和粉丝更好地怀念他 高爸高妈这个善良的决定 此前也让很多网友直接泪目 如今 墓园设计图已经初步确定 但是建设应该还未动工 具体完工时间尚不可知 大家应该需要等待经纪公司的告知 才能前去吊艳 有媒体报道 浙江卫视在12月15日当天也参与了高以祥的告别式 但并未对赔偿款做回应 最后 希望高以祥先生能够尽快安葬 放心高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